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有會員手中的股票 我把股名代號都塗掉了 各位不要去找 假設你要操作這檔股票要來參加會員 好 我們先把盤勢再講一遍 美股禮拜五算崩跌了 那因為我們休假禮拜一它小反彈 台股還是持續再跌 你認為台股在這裡 已經結束跌勢了嗎 好 我們先看這裡 這叫台幣 為什麼老師拿這一張 這是一年半以前 台幣當時是30506的時候 台股是8523點 這個大家都很有印象 因為你只要最近這一兩年 有做股票的人都知道 8523是台股近期的最低點 好 台幣一直升值升值 升值到28.492的時候 台股是13149點 好 那到現在 好 這裡是28.492 來 就這個位置 你看到這個位置 好 這裡是13149點 你看到的是這個位置 好 那台幣一直升值升值到最高 27.514的時候 台股剛好18619 這個叫74嘛 好 台幣一直升值 台股就一直漲 漲到18619 可是 可是 這是今年 18619是今年的一月初 好 這今年你看 台幣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最高來到 也就是貶值 貶值最高來到29.544 好 你對過來 也就代表你所看到的 這個台幣29.544的貶值 是比你所看到的多 貶的還要多 好 那我們來對應一下 台股在這裡的時候是幾點 往下對 對下來台股是12144點 看到 好 我們就假設好 那你台幣 你給我升值升值到28.492 台股也才13149 何況台幣是29.544 比28.492還要貶得還要多 那你認為149會不會守住 還是他會來測12144 會不會 其實我希望他不會 夭壽了 落落到13000多點 大家都併 大家破散 其實我希望他不會 夭壽了 大家都併 大家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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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子嗎 可是對不起 他叫氣勢 會不會來不重要 而是在這裡 我還是去年就不斷的 提醒各位一句話 看不賣做 不做不輸 好 那我們看今天台幣 來 台幣今天你看 台幣今天的收盤 貶值的收盤又重新高 貶值我們叫收盤 好 這是上個禮拜是29511 今天的收盤29515 看到 29515 代表說台幣貶值的收盤 又再創新高 你就貶值再創新高 你告訴我台股跌正常嗎 那你會不會看著 從今年年初看到現在 我一直用台幣跟你講 我應該這樣講 我這個人 我說為什麼是人格者 我只做一檔股票 我做的叫生計股 我絕對不會跟你講 講很多莫名其妙的話 然後等一下銀路六要漲 等一下建材要漲 等一下金屬要漲 等一下食品要漲 我問你好了 你開始去想 大家看今天好了 今天雷最多的叫銀行股看到沒有 銀行股 對不對 那前一段時間大家都講銀行很好 對不對 沒錯 可是對不起 現在銀行股變得最多 是不是銀行股變得最多 空頭的時候 我告訴你你只要 我應該嚴格來講 我們比較 用總體經濟的角度去看 俄物戰爭沒完沒了 中美貿易也還沒結束 對不對 我有時候我們就講好 我們現在來推一下好了 來推 我們用總體經濟 用未來的角度去看 我說有兩個國家 我們去看 看我看了對不對 你們也可以去看 用你們的想法 烏克蘭戰爭對不對 有兩個國家 我們講一個叫波蘭 一個叫匈牙利 我為什麼拿這兩個國家來做比較 現在的波蘭跟現在的匈牙利 他們兩個人均 我們人均是比較高 他們人均都大概1萬5千塊美金 人均 這兩個排名 一個44 一個45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波蘭選擇的 我說現在大國 美國跟蘇俄 他們大國之間已經在 我們叫做你只能選擇一個 所以修里亞利 原則上他就選擇蘇俄 波蘭選擇美國 好 現在兩個人 國家的人民所得 人均差不多 一個44 一個45 差不多 我說大概可能一兩年後 這兩個國家 我認為他們就差很多了 為什麼會差很多 各位好好去思考這個邏輯 就是說你如果壓錯邊了 那未來就會 我不是說很慘 未來跟人家壓對了就會差很遠 一定會差一年 我說半年一年兩年後 你去看 匈牙利跟波蘭 這兩個國家 未來他們的人均 現在是差不多44名跟45名 未來我看落差應該會超過10名 就一個會 國民所得會增加 一個國民所得會降落 只是他壓在哪一邊 這個就叫趨勢 因為以現在來講沒有定論 我說未來 我大家都會看 未來 一年後或兩年後三年後去看 一定會拉出 拉了很多 就不要壓錯邊 就好像做股票一樣 你在這裡 你覺得我做短線會賺錢 可是你不要忘記 長線才是真正的 股票有時候在想 一檔股票如果他是多頭 你就要做錯了 你都還是會賺錢 為什麼 好 你賣錯了再追 他多頭都會賺錢 如果是空頭的話 你覺得我今天買最便宜 今天最低價我買的 說不然我還賺錢 可是明天他開門 碰 比今天的最低點還要再低 那你講 馬上就便宜 那叫空頭 多頭就不一樣 顛倒 所以我說投資作 我要不要僥倖 看不賣著 那我為什麼一直在做生技股 我做生技股是只有台灣的 他不會 應該講說他不會受貿易的 譬如中美貿易也好 他不會受貿易戰爭的影響 因為生技股他就是 最基本 有時候講一講 他叫歷史股 有時候想一想 他又叫災難股 生技股不會因為景氣 他就不好 因為你生病都是要生病 癌症就是癌症 好 所以我說當歷史不對的時候 千萬不要僥倖 不要去搶短 賣著了好了 我從去年一直講到現在 要你就要來跟我做 因為我只做一檔 廣銷型疫苗氣糖 好 那我們今天先講他的趨勢 來 這是日線 這是RSI 這是今年 年初1月4號1月4號在這裡 看到 就今年1月初 好 1月初 我說RSI背禮 RSI背禮代表什麼 它只要是背禮 未來都有一波的漲幅 好 這裡叫77塊1月4號 果然看到從這裡 好 注意再看一遍 沒有改變 這裡是677 拉近一點 來 拉近 677在這裡 好 那今年的1月4號在這裡 好 果然從77塊 跟你一路漲到251塊 就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漲 這裡面當然有很多故事 可是我應該講說 這一段漲到251.5 它漲的題材叫疫苗 也叫Omicron的疫苗 好 那現在Omicron 其實應該 我剛剛在講 疫苗打身體健康的 對不對 未來一定會出 那個所謂的疫苗 打的不會感染的 才叫疫苗 所以未來 尤其是新冠會很重疫苗 它未來一定會出來 而且它是打的不會感染的 現在沒有 所以所有的 你看 只要任何人打的疫苗 它都沒有辦法 跟你保證不會感染 我所謂保證就是 激烈 你如果說9層不會感染 或是8層不會感染 那就已經很兜了 可是現在打的疫苗 對不起 防重症 它不會防感染 好 所以這一段反應的 它叫什麼 它叫疫苗 那打下來 打下來剛才有股東會 好 那我們看 好 打下來 10月21日打下來 結果嚴重背離 來看到今天 是不是嚴重背離 這裡就嚴重背離 股價沒有創新低 RSI更創新低 看到 好 是不是 好 今天在這個位置 今天 如果以日線來講是連三黑 今天其實它非常的漂亮 我很少看到這麼漂亮 它今天大盤跌93點 它開146 收盤收145.5 所以收一個黑K 今天如果收紅K就不漂亮了 今天收一個黑K讓它連三黑 連三黑代表什麼 也就代表 開賣的差不多都賣了 來 看到這裡來 今天的量再收 是在1954張 從7000多張變成3000多張 今天是在1000多張的量 量收下來 你看這個量 你看這裡量是不是 幾乎就是創了這個黑線以來 黑啦 你看 黑線 收盤黑線 跌的 你看拉過來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也就是量收了 沒有人要賣的 那我們從桌線來看 從桌線來 這是上個禮拜五的桌線 收盤了 好 這裡是107 這裡叫四連半的大底 其實這個桌線也是 我們叫多空啦 好 在這條線下 這裡曾經出現 三個禮拜的在線下 從這裡就一路跟你 展高251.5 好 那這個禮拜 我把它放大 在這裡 好 看到喔 好 它既然突破了 我說這裡突破 一定是個初生端 一定是啦 那本來以為 這個初生端 再有走初生端 結果不是 為什麼 因為打這次下來 既然打到這裡 所以這裡就是初生端 所以我很確認的 它的疫苗的題材 已經走完了 為什麼疫苗的題材走完了 現在好像大部分的人 對疫苗已經 有些國家已經不打了 所以它的疫苗的題材 現在就走完了 再來真正要走為它的基本面 它的基本面在哪裡 我們先看這裡 它的專利總共有133件 看到 專利 210件專利申請 現在核准了已經1到133件 這是4月22號 也就是被打下來以後 4月20號被打下來以後 來 4月20號被打下來以後 4月20號被打下來以後 結果 好 公司的總經理 就是我們叫做出來開 這個專利 那這個專利 就好像法收費 其實我那種叫法收費 然後就把公司目前的進度 告訴各位 那它現在核准的專利有133件 好 那原先成立這家公司的時候才17件 現在已經有133件 你看到這裡面的內容 我用一句話 我做一個比較 比如說用一句話去形容 這裡面有一句話 我用這一句話 當然還可以比較多 任何抗體接上SCT 接是這家公司的專利保護範圍 什麼叫做專利保護範圍 只要 嚴格來講 我們叫換 管換的 你只要是氣糖化的 任何氣糖化的 都是它的專利範圍 聽到沒有 我管你疫苗 我管你是所謂的抗體 你只要是氣糖化的 都是我的專利範圍 也就是你可以自己做 你也可以按照理方式 你曾經專利 都沒有錯 可是對不起 當你要做 也要銷售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 要經過的授錢 因為氣糖化的 糖金像的專利在我這裡 我就記得這件事 再看一遍 看到 都在專利保護範圍 這是過程 然後我等一下再講 因為 我說我內行的是在看門道 外行的看熱鬧 那剛好禮拜五 總經理出來 我們把它解讀叫法收 類 類似法 所謂的說法 那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重點在哪裡 未來它的趨勢在哪裡 我先把這張圖給各位看 我覺得它為什麼這樣講 來 這我講過了 它未來會成為生技產業的IP公司 就是一個用力旺來做比喻 力旺 那我先講力旺好了 力旺賺得比台積電少很多 來我們看力旺 各位力旺賺多少 去年賺14.78 台積電去年多少 台積電去年就賺23塊 有看到 力旺賺的14.78 台積電是多少 23塊 結果力旺的股價最高來到2500 台積電才6不到700 那個邏輯就是來再看一遍 這個叫什麼 就是我們叫做 它的叫細字小在IP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IC設計公司 如果有新的產品 那它不是 它必須IC設計要從頭開始 好 那力旺的 力旺它的設計是什麼 好 我就叫按照你的架構 你要做什麼 我再幫你接上去 我們用接的 我講的比較白話就接上去 你馬上就是你的專利了 也就是說你就省掉了 我原先的這份從來的人力 物力 財力 那我用我的方式 你的專利沒錯 我幫你嫁接上去 你又可以再申請你專利 所以我就跟你說錢利盡 這個就力旺 如果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生計業 又比力旺更高階 為什麼 力旺是你 你譬如IC設計公司 你已經設計東西出來了 你要不用從頭 我幫你從中間把你嫁接上去 那你專利繼續 可以申請 它是繼續 可是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它更特別是 你現有的要 我用我的解讀 你現有的要 專利要 那專利它有期限 好 專利譬如5年 10年好了 那期限到了 我就 我可以找你做生意 你專利快到了 我幫你再改 改一些城市 把那個去堂的部分 再把它改掉 你又可以申請專利了 我可以主動出擊 可是力旺沒辦法主動出擊 因為IC設計的公司 它要做什麼 它一定是一直研發一直研發 研發到 有需要的時候找力旺 力旺是被動的 可是這一家公司 它變成可以主動 所謂可以主動是 你只要是要 我都有辦法幫你 後面再幫你喬接上去 讓你變成專利可以繼續 這個就是這家公司未來 所以它為什麼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說 他們會走得像力旺的模式 各位你看到力旺 從410跌到159.5 你回頭去看 410跌到159.5 你如果敢在這裡買的人 這裡是2500 算160 160到2500 你去想2500是怎麼樣的方式 160就是假設你有1600萬 就160好了 結果它到2500 你就是2.5億 就是這麼邏輯 你做一檔股票 你才有這種感覺 好等一下我再繼續講 它內涵在哪裡 我們休息一下 再會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我會員手上的股票股名 待會兒我都把它塗掉 各位不要去找 那有很多投資人都問 老師你怎麼會做這檔股票 做一檔股票 並不是突然就冒出來的 我不像其他投資老師看到 三支漲停了就叫你們追 因為三支漲停一定有量有價 一定有量的時候 就有人買就好做生意 我不是 我為什麼在7年7月就開始 全國的會員開始慢慢收這檔股票 我回頭去看 看這裡 這是2019年莫克藥廠寫的評數 莫克藥廠 我們來看莫克藥廠 這是莫克藥廠 莫克藥廠現在市值是2216億 市值 2216億 這家公司現在的市值才多少 你知道如果以今天145 它的市值才是幾億 人家是2000多億 好 它寫的評論怎樣來 在這裡 你看 相較於改造細胞株的方式 利用化學效率進行體外的 抗體糖溫值改造 可創造更準確的糖溫值結構 而調控抗體功效 好 那就是這家公司 廣銷疫苗糖溫值這家公司的技術 可做出真正具有糖體的糖溫的抗體 就只有這家公司可以做出來 但是重點來了 好 但是因為這個技術所做出來的 糖溫的菌相化抗體 若能 注意聽說 若能在臨床試驗展現 及較好的療效 而且生產價格 如能讓藥廠接受 這個技術將成生產 下一代生物藥的化石代突破 它的生產的技術 的療效跟生產的價格 也就能不能量產 能不能量產 就這樣子 好 這是2019年 好 到了今年 來 這是今年的2月3號 看到2月3號 好 好 這在AZ藥廠今年2月發表的論文 好 也就是這家糖溫子公司 就廣效益買這家公司 我們保密到家 國際藥廠至今不知道 我們的這個平台 以達工業化量產的規模 且成本已經到下降 也就是我已經符合2019年 來 我已經符合2019年 莫克藥廠的要求 好 然後呢 這個平台是事實上 第一個糖體 金箱化抗體 進入人體臨床實驗的藥物 那你告訴我好了 它應該值多好 所以它為什麼一直在講說 其實它未來會走的 叫利望的模式 我說假設利望 你看到4100 得到159.5 請問如果真的 它的未來會這樣子 請問 我常常跟我的會員講 做到一支鉤票 富三代 你會好爬三代 來 去看 這叫160嘛 這叫2500嘛 1600到2500的意思 就是1600百萬 變成2.5億啦 我不要說2.5億啦 好 以今天來講 今天算 算很衰微的吧 衰微衰微吧 利望還有1300 還有1300多啊 還有1.3億啊 問題是你要在哪裡敢買啊 你要在這裡買 所以我為什麼常常這樣 一款人一款妹啊 有兩種人 一種人是什麼 他敢在這裡壓下來這個地方買 另外一種人是 可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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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這裡買 對不對 兩種人啊 一種人就是壓下來 在井線下面買 那裡也一款妹啊 另外一款妹是 一直等 一直等 等什麼 我突破再買 我拉火再買 我壓下來再買 我要確立再買 在這裡 我不得不買 一款一款妹啊 好 所以我說 來 你注意看喔 你看到這裡叫2月3號 對不對 好 我們回頭去看喔 這裡是今年的一夜封關前 封關前三天 它為什麼這麼漲 各位都知道嘛 從100轉到150塊 在這裡100以下 150下 150塊以下 漲到150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漲一定有延年 股票要漲一定有延年 我們看這裡 你看到了 剛剛我給各位看的位置嘛 這裡叫77塊 77塊就這裡 就這裡 突然在2月3號 就是我們的過年嘛 結果它在2月3號 封關前三天 各位你如果有印象 封關前三天就給你漲50% 為什麼 看到這裡啊 這2月3號 2月3號剛好 過年的時候發表啊 那它為什麼在這裡拉上去 拉上去以後大家看到 哎呦有這檔股票多好對不對 結果它一路跟你拉到251 現在壓下來也在這個位置 這裡叫150啊 今天請問有過150嗎 這個價錢喔 都比2月3號錢的價錢還低 也就這個 這個 這個內涵 在這裡啊 這裡是149啊 今天145.5 而且是背禮 所以我有時候想一想喔 各位我再講一遍 你是屬於哪一種人 你是在400億壓下來在這裡買 還是你會在這裡突破以後買 還是你等壓下來再買 還是你等它確認再買 還是你要受不了了2500再去買 你旺 那是你的命啊 但是假設你有做檔股票了 我們都自己人 我還是強調 做到一支股票可以負三代 你可以負三代 你如果做不到股票 你的子女會因為你 可能要奉養你很辛苦 所以要做對股票 以目前來講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做 各位好好去思考 我為什麼只做一檔 我再給各位看一遍 來 我說這個內涵 跟公司的這些東西 未來會怎樣 這才是各位要知道的 打電話參加會 免同一個時間再會 的 謝謝 謝謝 宗盛 我們今天開始 打電話 請您 請你